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出国留学这件事 大家也都对中国的教育 觉得有些问题 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呢 也是大家都在说 美国教育有些问题 所以我当时就想 这两边如果都能看到的话 挺有意思的 那个年龄的时候过来 人家的成长 就到一个新的环境 很有影响的一段事情 一段经历 然后中国呢 又在这个期间变化特别大 中上产积极的这个群体在发展 所有这些东西都能 包括到一个片子里头 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就刚开始在做策划 在调研的时候 还不知道到哪儿 正好这个学校 邀请我去放映 我第一部剧片 到了以后 一看是民营的一个特别小小镇 脑海里就想 一些中国的孩子 从巨大的一个城市里 到这么一个小镇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变化 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大陆是 Main and China 然后正好免疫是 Main 连接到一起 就是Main加上Yin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大陆的人 对小学生的这个 有一些的这个观点 好像是有点负面的 但我觉得其实 他们过来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他们其实也挺孤独的 所以跟着其他的一些学生 一起砸着桌儿也能理解 但是我是觉得 其实他们这个年龄 不跟父母在一起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挺难的一件事 因为我当时过来 是跟我父母一起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 差别很大的一个经历 所以尤其是经历这种 跨度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需要这些support 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本人是 上了上到初一 没结束的时候 在中国上的 在那之后是到美国的中学 和大学 然后上的硕士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教育吧 就是有记忆方面的 然后还有纪律 我觉得其实都是人挺需要的 然后我觉得美国有时候 尤其是早期的那种教育吧 有时候太放松了 你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自己 能有自己思考能力的时候 你要再进入美国的这个 教育系统 然后是让你去追求自己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又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两个合并起来 其实对我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我当然就觉得我拍这个片 可以说这个目的吧 就是想让大家能真正看到 这个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对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总听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就是真正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其实 然后尤其从这个经历 经历过以后 别人再问你 中国好还是美国好 我觉得你会想 会问一下 就是说这不是一下 一句话就能回答出来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